在蔡依林的多段恋情中,和周杰伦的那段最美著名,前两天两人终于首次同台,虽然同台,但是两人并没有交流。 在蔡依林讲话时,周杰伦目视前方,整个人处于放空状态,两人的首次同台更像是陌生人,向网友们唏嘘不已。 近日,单身的蔡依林和同样是单身的五月天阿信互动频繁,许多网友纷纷留言,好话两人快点在一起,台媒甚至还报道了有网友罗列两人的暧昧互动,猜测两人早就在一起了。 网友称,阿信在2018年奔发上文提到,达林如果浪漫,那也许是某个谁的某颗心,与你同在。 我开了一场演唱会,那是某个没有你在场的梦,却是我的真实,台北时间九点前,平时的你也许早已起床,因为文章太过于抒情,被网友解读是一封情书, 蔡依林则点赞了这篇文章,还有就是在五月间成立二十周年时,阿信转发了公司整理的艺人朋友的发。 文重福,阿信特别强调着,工作人员整理的图片中,一录了一位重要的女孩,但是阿信并没有标明这位女孩是谁,在众多网友的好奇声中, 阿信的工作人员,补上了这位重要女孩的祝福图片,她就是蔡依林。 阿信和蔡依林,经常在社交网络鼓动,前两天阿信帅出了一张破洞的衣服照片,有超级粉丝就留言称,可以麻烦周琳帮你缝满风好。 阿信则无视其他留言,只回复了这条,又提到蔡依林的留言。 不少网友表示,两人的关系看上去确实非常暧昧,不得不让人猜测两人是否真的在一起了。 不过,早在之前,蔡依林就曾回应过她和阿信的碑文,她称,买荒唐的,我们就是一起工作,可能大家太会幻想。 但是,娱乐圈以上都是真真假假,实虚实实的,经常会出现当世人回应被打脸的事情,所以VP粉们还是不要太失望。 Zither Harp